科技公司研发机器人不算新鲜,毕竟,市面能跑能跳能交流的机器人,已经多到数不胜数。 但是今天黑梅酱要给大家分享的,是通过一种皮肤,能让任何静态物体,都可以变成机器人,实现的方式也非常简单。 只要把那块皮肤,贴到你想要的日常物品,即可让它像机器人一样行走,而且根据物体形状种类的不同,行动的方式也会有所变化。 那么,这些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? 下面黑梅酱就为大家带来这块神奇皮肤。 这块皮肤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研发,它被定义为一种电动皮肤,其实这块皮肤的原理并不复杂。 研究人员采用的是一块弹性布料,布料内置入传感器、执行器等电子元件。 这些元件可以通过程序来控制,而内置了元件的布料就是神奇皮肤,通过程序的设定。 当我们把皮肤贴在屋体上后,就可以设定让屋体按什么方式移动。 例如这只布置的玩具小马,只要把布料贴在小马的腿上,再通过程序设置为前后移动。 就可以让小马通过四条腿来行走。 再比如这个多面型物体,每一面都植入了动态布料,即可通过布料间的相互协作来滚动。 另外根据每个物体的不同,行动的方式也可进行改变。 例如长条形的物体,你可以将其设置为各种蠕动方式,例如蜗牛、毛毛虫等,整体看上去非常的酷炫。 更有意思的是,你还可以把它当作软性外置骨骼,例如你可以把它贴在杯上。 当你弯腰驼杯的时候,它可以识别并让你停起来,这样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制备备夹。 另外,电动皮肤具有模组化,可重复使用,可移转等诸多特性。 这代表着它们能个别发挥功能,也能齐心协力组成复杂的动作模式,并可多次在不同的任务上使用。 基于这项特性,意味着以后许多科技公司,不用再从头到尾的研发各种机器人,而只要通过这个皮肤,就能做到各种你想要做的动作,省下一笔可观的研发经费哦。 关于这块电动皮肤的灵感,研究人员透露,电动皮肤最初是为NASA设计,因为遥远而寂寞的宇宙中,宇航员一旦忘记了,或丢失了某些工具,且在外太空没有获取渠道,毕竟总不能让宇航员再回地球来拿吧。 因此,NASA希望拥有一种可以灵活,变换功能的硬体装置,在这个假设下这款电动皮肤就此诞生了。 由此来看,这块电动皮肤的发明,是为了解决宇航员见望这一痛点啊。 虽然这块电动皮肤看上去很神奇,但研究人员表示,这项技术距离进入市场,还需要更多的研发和实验,如今至少已经有实体了, 所以他们很有信心通过这块皮肤,彻底地颠覆机器人行业市场。